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天收益第146单元 周一八卦与六四卦的记忆方法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周一八卦的记忆口诀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周一六四卦的记忆方法 周一六四卦的记忆方法也是出自于诸子,也是出自于诸诸西 所以我们现在所一般人用来学习八卦、学习周一的口诀 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诸西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图 在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诸西 这个是台北故宫国务院所藏的诸子像 这是诸西,诸于他老人家老年时的画像 在旁边里头就是诸西所写的六四卦的歌诀 这六四卦的歌诀从第一卦一直到六四卦 它其实是一个歌诀 在歌诀里面就是他 我先跟各位好朋友念一遍 乾坤屯蒙虚颂诗 他的七个字 一字 彼小旭夕屡太佛 同仁大有千玉髓 古连关系四何弊 伯父无望大序以大过坎离三十倍 这是上经 所以周一六四卦里面上经有三十卦 下经有三十四卦 那下经里面他讲说 咸恒顿兮集集大壮 敬礼名誉佳人葵 简解损利怪够翠 身困景格顶正记 更见闺媚风吕婿 对幻节兮中胡志 小过季季尖畏 四卦夏经三十四 也就是他用歌诀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挂的顺序 那这个是我们通常讲 有一些年轻人记性比较好 读了几遍就会背 他就等于挂的序 那一经六四卦里面 前队离圣勋坎更坤 两两重叠就变成六四卦 所以六四卦当中的卦名 大部分都是一个字 有一些是两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六四卦当中 一个字的卦名 一个字的卦名大部分都是 但是在有两个字的卦名 就大概有十五个卦 例如说同人卦 或者是说 或者是 或者所谓家人卦 他的卦名都是有两个字 有两个字的卦名大概有十五卦 其他都是单名一个字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教大家 怎么把这些卦名记住 那记住这个卦名 他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朱熙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卦序歌 那这个卦序歌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卦 第二种方法 这是朱熙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 是把六四卦按照次序排下来做记忆 所以我们再有很多种记忆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只讲朱熙的第一种记忆方法 那第二种的记忆方法 就是按照后天八卦的卦项来记忆 还有按照先天六四卦的排列顺序来记忆 那这个以后的记忆我们再讲 那我现在就来先来讲第一种方法 就是按照朱熙的卦歌的歌诀来记忆 那第一种方法就是南宋大儒 朱熙所编的一个六四卦的卦序歌诀 根据这个卦序歌诀 那基本上就是七个字一句 因为中国人读诗 大部分都是七言结句或者五言结句 大部分都这样 所以朱熙所编的序卦歌也是七个字结句 也是七言结句 那这七言结句总共只有十四句 我们先来念这个前面三十卦 叫做呢 乾坤屯蒙虚颂诗 那这个笔小旭夕屡太匹 同仁大有千玉髓 古林关系适合喷 波富无望大旭夷 大过坎离三十倍 那这样正好是三十 前面三十卦 三十卦一般来讲 上经一般来讲 被认为是代表天地宇宙的运行 那下经的三十四卦 通常是用来代表人世之间 从生到死的运行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经三十卦里头 代表宇宙运行 在下经三十四卦 代表人生的死死生生的种种的变化 这样就过成《易经》的六十四卦 所以我们看《易经》六十四卦里面有三十四卦 它是谈人世 有三十四卦是在谈宇宙 我们现在在第二段里面 所以贤恒顿兮集大壮 禁礼名宜佳人葵 简解筍利怪够翠 身困景格顶正记 更见闺媚封礼训 对患节夕中福至 小过季季兼未季 视为夏经三十四 这个就是《四三四卦》的卦名 这代表人世之间 人世之间从结婚 闲是结婚卦 闲是很久 所以从结婚一直到成就事业 然后一直到重头再来 那这就是代表夏经总共有六十四卦 总共加起来 上经夏经加起来总共有三四卦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 叫做乾坤屯蒙虚颂诗 怎么记录这个乾坤屯蒙虚颂诗 因为这代表乾坤 乾坤代表天地 古人相信天地创造宇宙万物 那天地当中以天作为重要 因为天中含有地 有天才有地 有天才有地 所以天地就变成义经当中第一卦第二卦 第一卦第二卦 然后呢 有天有地之后呢 当天地形成之后呢 天地之间就有下雨 所以它的屯蒙 第三卦是屯 屯卦 屯卦是雷语交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义经它是描写它的空间宇宙万物的形成 描写空间交加之后呢 然后再过来屯之后呢 再过来屯之后呢 蒙是蒙芽 蒙芽 万物开始滋赏 那蒙卦也是一个教育卦 也就是代表呢 你要开始去学习 所以乾坤屯蒙 乾坤屯蒙虚颂诗 虚颂诗 虚颂诗 当有万物出生的时候就有需要 所以他屯卦之后就有虚卦 有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有争执 有争执的时候就会有打仗 就会有打官司 所以呢 虚卦之后一定是打官司 就是诵卦 所以我们讲虚送士 那诗是打架 我们讲出师啊出兵啊 所以诗这个卦基本上是打架 所以呢 这个乾坤屯蒙虚颂诗 就代表 从宇宙开始出生 万物出生 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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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输送 以及互相争夺的一种状况 这样的就是七个字 所以乾坤屯蒙虎虚颂诗 就是这样 乾坤屯蒙虚颂诗 这样的第一句话 所以非常好记 但是后来 比小虚西 里太比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小的循环 那比卦 然后小虚卦 但是因为它这有两个字 后面的这个里卦 太卦 还有比卦 都是单个字 那这样就六个字 那六个字怎么办呢 他加了一个西 西在文言当中是代表虚词 所以他的比小虚西 比小虚西 里太比 这我们可以看到 代表呢 从天地初开之后 人类就一直向政府想匹 我们过去讲说 这个匹集太来 太卦是一个非常好的卦 匹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卦 所以我们说匹集太来 太来匹集 那这个太卦呢 它是地天卦 这个匹卦呢 它是天地卦 那为什么地天卦 它是叫做太卦 因为古人相信 这个阴梁要相交 所以阴跟阳 它两个要交 水舞交 这样才是好 那我们看太卦这个卦 太卦这个卦 它上面是个地 相是个天 地是代表阴 所以阴呢 它有一个天性 它会往下 下沉 地呢 天呢 代表上升 所以往上 所以地往下 天往上 代表阴往下 阳往上 所以在古人看起来 代表阴梁交融 那阴梁交融是最好的状况 所以地天卦 它就命名叫太卦 天地卦呢 它就命名皮卦 为什么 因为天在上 天在上 可是天的阳气又往上 地在下 可是地的阴气又往下 那这样变成什么 阴梁二气不能相交 那阴梁二气背道而词 当然是匹化 所以古人在命名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非常有神意 但是我们常讲说匹及太乃 可是在《易经》里面呢 它却不是这样子 它却是先太 然后再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呢 就代表一个小循环 就代表一个在《易经》前面三十卦的一个小循环 这个小循环里面就是乾坤藤蒙护虚送施 然后这个笔小续细与铝钛匹 这样就形成一个小循环 现在一个段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代表开天批地以后 人类就开始有钛挂有匹挂的概念 然后这个钛挂跟匹挂的概念 就代表阴阳交融 如果是印良交融 那就是代表水土交融 这代表好的 印良有相交才有万物 印良不相交 这个就生不出万物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易经》的挂里面 它叫地天就匹挂 天地却是一个 地天是个泰挂 天地却是个匹挂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阶段就这样的完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的前三十卦 大概就是讲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循环 它把天地开辟之后不断的演化 然后最后 在《易经》的前三十卦里面 它最后就是大过坎梨三十倍 大过,大过当然代表有过错 坎梨,坎挂就水,梨挂就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的前三十卦 它其实只讲四个卦 一个是乾坤,还有坎梨 乾坤代表天地 坎梨就代表月亮太阳 天地形成的时候 天地初开的时候 一直到月亮出现,太阳出现 所以它就终结在坎梨 太阳形成的月亮也形成了 大过坎梨三十倍 所以这样就过成前三十卦 所以《易经》来讲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易经》它前三十卦 其实它就讲乾坤、坎梨这四个卦 那其他四个卦 它其实在讲到下卦 所以这样做了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经三十卦 跟下经三十卦 它是非常有神力 发非常有神力 所以它在朱熙写到这里 它就写一个三十倍 这样一个字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乾坤、坎梨这四个卦里面 就代表天地之间的形成 所以我们可以从《易经》三十卦的卦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以乾坤、坎梨、坎梨、收场 在乾坤、坎梨、收场 中间全部是在讲 乾坤、坎梨这四个卦当中如何的变化 所以如何的变化 所以如何的变化里头 《易经》里面 它的排内顺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是两卦 两个卦、两个卦、一组一组 所以它六四卦里面 其实它总共 它六四卦里面有三十四组卦 那三十四卦它只有两个 两种规则 一种叫做错卦 一种叫中卦 所以它两个卦里头 不是错卦,只有中卦 通常是这样 例如说我们乾坤 乾坤呢 我们就叫乾卦跟坤卦 它是完全相反的卦 那这完全相反的卦 有人把它叫错卦 错卦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好像我要画乾卦 可是我却把它画错成音卦 所以如果我们要画乾卦 这个小孩什么都不懂 他把乾卦全部画错 就变成坤卦 所以呢 乾跟坤呢 是两个错卦 乾的错卦是坤卦 坤的错卦是乾卦 你把乾卦每一个窯都画错 那就是坤卦 把坤卦每一个窯都画错 就是叫做乾卦 所以乾坤呢 它就是一个错卦 就是一个错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屯蒙 它现在却是一个中卦 中卦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屯蒙这个卦 就另外把它旋转180度 这样就是一个中卦 所以我们古人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六四卦的排列顺序 从这个规则里面 你可以发现有个非常有趣的规则 也就是它的排列方式 如果不是两个卦两两相连 如果不是错卦 那一定是中卦 也就是它如果不是完全错 就是把它颠倒过来 那颠倒过来 我们叫中卦 又有什么叫户卦 户哪一个颠覆的户 叫户卦 户卦的意思就是把六窯卦 把它翻过来看 也就是把它旋转180度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屯蒙 屯卦是水雷屯卦 蒙卦是水雷屯卦 水雷屯卦 水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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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把它翻过来 还是水卦 它放在下面 屯卦呢 如果你把它翻过来 之后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殉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屯蒙两个卦 它其实是负为重卦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变成说 乾坤坎梨这个卦 因为乾卦不管怎么翻 它都是乾卦 坤卦呢 怎么翻 它也都是乾卦 而坎卦呢 不管它怎么翻 都是坎卦 梨卦呢 不管它怎么翻 都是梨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个卦有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 这个乾卦本身呢 它没有重卦 它的重卦就是它自己 坤卦也没有重卦 坤卦就是它自己 坎卦也没有重卦 坎卦的重卦就是它自己 梨卦也没有重卦 梨卦的重卦就是它自己 也就是说 在《易经》当中 它把没有重卦的这种卦 它就用两个错卦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呢 在《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方式 它如果不是错卦 它就是所谓的重卦 例如说 这个屯卦的上卦 它是水 就是坎 门卦的下卦是水 也是坎 虚卦的上卦 还有颂卦的下卦 丝卦的下卦 还有笔卦的上卦 通通都是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经》当中 有非常多的坎卦 有非常多的梨卦 如果你把它拆解出来 它不是乾坤 就是坎梨 在《易经》的前面三十卦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乾坤坎梨 这四个卦 可以说是《易经》前三十卦的基本的结构 那我们看天火同仁 天火同仁 如果你倒过来 就变成火天大有 所以一个是离卦 一个是乾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三十四卦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秩序 那这种情形里头 它也有一些例外 在《易经》上卦当中 也有一些例外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卦》当中 《随卦》跟《古卦》这两卦 《随卦》跟《古卦》这两卦 也就看四个单卦 它乾坤坎梨 它四个都没有 那在《下卦》当中 也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易经》这六四卦的排列方式 基本上来讲 它不是错卦 它就是中卦 两两相对 但是在不是错卦 就是中卦 两两相对当中 它会有一些例外 也就是说 在《上经》当中 原来它只会出现乾坤坎梨 这四种基本卦 但是它偶尔会出现没的 偶尔会出现所谓的更卦 迅卦 会出现这些卦 那这个就是所谓例外 所以《易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直在讲一个原理 有原则就有例外 《易经》就是这么有意思 就是它有原则就有例外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 一定原则为多 例外为少 一定原则为多 例外为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六四卦的生成的过程当中 或它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都告诉你宇宙运行的规律 也代表人世之间 它面临的种种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经》的三十卦当中 只有四个卦 它不是由乾坤坎梨所过程 哪四个卦呢 第一个是水卦 第二是虎卦 第三是宜卦 第四是大卦卦 只有这四个卦呢 跟这个乾坤坎梨没有关系 那其他二十六卦 都跟乾坤坎梨有关系 相对的 夏经的三十四卦里头 它是由更正对训 这四个卦所过程 所以夏经三十四卦当中 大部分都有更正对训 更卦、正卦、对卦、训卦 大部分的卦都有这四个卦 更正对训这四个卦 这四个卦里头 更正对训在《先天八卦》当中 它代表四个角落 而乾坤坎梨呢 乾坤坎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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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在九宫阁当中 它代表东西南北 而这个更正对训这四个卦里头 代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代表四个余卦 有人认为它代表上天的运行规则 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 因为它都是东南、西北 而人世之间的运行规则 就会有一些偏差 所以人世运行的规则 它的更正对训这四个卦 它永远在四个角落 也就是说人生常常会边离正道 如果说天道代表正道 那人道就一定会边离正道 所以人道边离正道 以其说是不正常 不如说是它正常 但是因为人道边离正道 它想办法要把它回到正道 所以人一生当中 都是极其努力的 把自己能够步上正轨 天地、宇宙之间都不用担心 它自然而然就步在正轨上 但人却不尽然 人一定终其一生 都要非常努力 才会步入正轨 步入正轨 就是所谓的东南、西北 人生的道路里头 就是东南、西北、西南、西北 大概就在四语上 也就是说 代表人生经历的四个卦 大部分都是由更正对训 更是代表阻害 正就代表突发的状况 正经打雷 那对卦代表喜悦 有时候你会开心 迅卦有时候你会有一些风雨 所以我看人生会有开心的时候 会有正经的时候 会有危险的时候 会有阻害的时候 这些呢 都是人生的现象 所以一经六四卦里头 他预示 人生 他不会一晚风寸 他不会像上经三四卦一样 永远走在正道上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走在正道上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更正对训 在这个正经当中 在这个阻挡当中 在这个喜悦当中 在这个微风当中 一直在这边飘荡来飘荡过去 所以呢 代表人世之间的许多万事万物 总是要非常努力 才能回归到正道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易经他代表了古代的中国人 他的思维逻辑 他认为天地运行一定是在正道上 可是人世运行切不尽然 天地运行一定在东南西别四个角落上 因为易经三十卦 就代表这个 但是即使他代表正道 他还有四个卦 他没有在正道上 也就是天道之间 他还是有些土花状况 人世之间大部分都没有在正道上 所以人中其一生 要非常努力的维持在正道上 才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代表黑夜跟白夜的交错当中 人生 假设说天地里万物 是在黑夜跟白夜的交错当中 那人生就在成功与不成功当中 所以他最后两卦是先成功 然后不成功 我们讲祭祭位祭 祭祭是成功,位祭是不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运行 他一直在黑夜跟白天当中交织 人生的运行当中 一直在成功跟不成功当中 当成功之后呢 面对的可能是不成功 所以《易经》里头 就代表了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他把六四卦当中 他的六四卦 却是未积卦 他六三卦是积积卦 也就是说他代表人生即使圆满之后呢 但是他还是有缺陷 所以这也预示了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人生观 一个人不可能事事多顺利 那记得事事顺利 老天爺一定会惩罚你 不会让你事事多顺 所以当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非常顺利的时候 我们要形成敬畏之心 为什么? 你不知道老天爺 什么时候要遇事不祥的预兆给你 因为人生不可能事事顺利 如果事事顺利 就不是人生了 也就是说他让你在事事顺利当中 你随时怀抱着敬畏的心 让你自己回到正道 可是老天爺 也不会让你老是做厄运 所以在你非常不幸不幸的状况之下 你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呢? 老天爺一定会给你伸出一把手 来护你一把 也就是人生不可能事事顺利 也不可能事事不顺 在事事不顺当中 我们要常怀抱希望 我们人生才走得下去 在事事顺利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上天还没有把灾祸降在你身上 因为祭祭之后必然是危机 成功之后必然是失败 所以在《易经》的《前卦三思卦》 《三思卦》跟《夏经》当中的《三思卦》 就预示了人生的不同 跟宇宙的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生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 修养自己 所以董宗书告诉我们 天人感念 也就是说 当你做什么事 老天爷看着你 老天爷做什么事 要告诉你 所以叫天人感念 而宋儒告诉你 内圣外王 也就是你想要世界成功 你要先问问自己 你的道德修养到家了没有? 我们想当总统 我们的德性 我们到总统的格调 我们想当总经理 我们的德性 我们到总经理的格调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很容易失败 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但不管是天人感念也好 或者内圣外王也好 他都有非常强烈的 中国的儒家的逻辑 也就是告诉你 人生不断努力 学习意经也是一样 学习意经 并不是告诉你 意经应该怎么办 并不是让意经 告诉你命要怎么做 而是让你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做 才不会偏离正道 所以为什么呢? 学习意经的人 不太容易会去补卦 善意者不补 因为他已经了解 意经六四卦的运作顺序 所以他知道人生不可能事实完美 所以他就不需要补卦 他一看就知道了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历经的基本上来讲 他的六四卦的记住 记住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方法 你要把这个 他的意识的象把它记起来 例如说我们屯卦 我们就想到水雷卦 家人卦 我们就想到蜂火卦 祭祭卦 太卦 我们就想到地天卦 匹卦 我们就想到天地卦 他就代表这个是记忆的方法 然后你也可以按照朱熙给你的十四句的记忆口诀 然后把这个卦序记录下来 把他记载下来 但不管怎么样 学习一经呢 基本上来讲 就是把自己的内圣之道做好 内圣之道做好 就能够达到外网 事业就能成功 所以宋儒相信 一经学得好 就是大学之道 当然这个大学 我们现在讲大学 以前不是要讲大学 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话 叫大学之道 再明明得 再清明 再子一之善 知子后有定 定啊或能静 静啊或能安 安啊或能律 律啊或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静道矣 这是宋儒呢 总结他们研究易经的结论 研究易经的结论 就大学所记载的这几个字 大学也好 原来都是出自礼记 那后来宋儒呢 他们把这个论理加上孟子 加上大学 加上中庸 那再加上易经 把它变成新儒经 所以过去的旧武经 就变成司书礼义春秋 因为粤经也没有了 这个新儒经呢 就是易经 加上呢 这个孔子 再加上呢 这个中庸 再加上大学 这是宋朝之后的新儒学 所以新儒学或理学 基本上就是以新儒经为主 包括欧阳修也好 包括王安石也好 包括司马光也好 宋朝的大儒 包括陈怡陈浩 包括张宰 还有包括杨万里 还有包括最重要的朱系 这些人 基本上来讲 他们的逻辑都差不多了 只不过是他们的说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讲宋朝变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新党跟旧党 其实差异不大 差异不大 差异在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 所以宋朝的政争也是非常激烈 但他政争是理性之争 那宋朝也为我们后世 立下了非常多的一个点范 非常多的点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管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不懂意见没关系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自果平定下 这是他的标准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说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得再亲眼再子疑之上 知子或有定定或能静 静或能安安或能律 律后能得物有本末 事有宗实 知所先后 者尽道也 尽什么道呢 尽异清之道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基督六四事挂的挂名 就是把这个六四挂的原理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我们在读异经的时候 就很容易能够知道 他究竟在讲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